第二个问题 我们行者如何拥有这四种力量 如果按照师尊教导的修行次第 从释迦行一直修下去 是不是就能慢慢拥有这四种力量 这力量从哪里来 他问的意思就是这种力量从哪里来 从你的心来 你洁心断除十二页 是从你的心来 什么是十二页 杀 杀生 道 脱道 血淫 妄语 阳酒 广东话 阳酒 贪 惩 之 疑 慢 就差不多 差不多戒力就是离不开这十种 所有的戒力都是由这里分出去的 所有的戒力大大小小 要拥有这四种力量 要看你自己的忏悔的心 你个人有截心 你个人有截心 断除 这个就是拔除力 因为你要拔除了你就要有依止力 依止金刚萨斗 依止金刚萨斗 上师三宝 对峙力 依经典去对峙 你写佛的时候 就要写三无漏斜 戒定慧 是对峙贪嗔之的 防护力 守护你自己本身 禁止十种不善业 来污染你 这个就是防护力 这防护力有时候 你依照你 以你的本尊的试验 你就能够防护 像眼耳笔舌生意 舌生相畏触法 这个都是守护你自己的六根六成 当然释迦行 大礼拜 释皈依 大供养 释无量心 也会产生这四种力量 也会产生这四种力量 另外呢 这个 百日明咒 是 圣解空意 的咒语 圣解空意 空意的咒语 百日明咒 是在密教里面 来讲 每一个人都要 会背诵的 这个咒语 跟大悲咒 或者百日明咒 这是百日明咒 是很有名的 金刚沙斗的百日明咒 金刚心百日明 这个百日明咒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百日明咒 就等于一个佛性 一个空性 是诸佛之心 的金法 诸佛之心的金法 这个咒语非常重要 念百日明咒 就会产生 拔除力 医子力 对峙力 防复力 都会有的